终于告一段落 咱们的男神彭宴也多了不少见粉丝的机会呢 9月4日彭宴也是以代言人的身份 惊喜现身上海为品牌精品店重装开幕圣殿助阵 当天男神的心情显得很是不错 一期2019冬季最新款红色西装 搭配棱角有致的白色休闲鞋 活力满满的状态也是引发粉丝们 刺激鼻服的欢呼声 足现其如今火爆的人气 谈及当天由品牌创意总监Chris设计的红色造型 男神也是相当的满意呢 这一次这个造型是Chris的设计的 这一次他有很多颜色 绿色啊红色粉红色 还有很多衬衫用大理石的花纹去做 所以我今天穿了这一套 想说要跟上海的朋友见面 想说穿得亮眼一点 大家看到我希望大家心情会好一点 我今天因为刚拍完戏 我最近也特别的放松 非常感谢Blujiti 自己都非常喜欢很工艺 很讲究的技术 所以透过Blujiti呢 我了解做皮鞋做皮剑 他们花的这个时间跟传承 然后再加上又有新的设计师的加入 所以让这个男神的西装也有一种 新的不同的概念的穿法 我觉得这个很好 小编觉得男神拟着亮眼的配色 在秋日里一定是最帅气的风景下了 现场对穿搭有着超强敏感度的彭燕 也是大方分享了秋冬的穿衣搭配秘诀 亮色的单品就很适合秋冬季节哦 穿好看的色彩 比较可能说灰色啊 咖啡色啊 或是不同的秋天的感觉啊 但是偶尔有一些一两个亮色的单品 像你想出重在于可能围巾 或是点镜 或者说一个好看的一个外套 它都可以让你一下好搭配 宏远不仅对穿搭很讲究 对于自己的作品那就更是精益求精了 尤其是在拍摄紧急救援的时候 不仅挑战了种种第一次 对于各种危险 它更是迎难而上 在这里真的是要为男神的敬业和努力 拼命打扣了 因为刚拍完这个紧急救援 然后就接着去拍第一炉香 现在两部都拍完了 在明年 接下来 9月底就会进入后期去做配音 希望大家会期待 紧急救援林孝贤导演的电影之奖 一群在前线救援的救难人员 非常真实非常勇敢的故事 很多有趣就是要 很多第一次的尝试在深海里面拍摄 还是在火里面 在直升机上面 那因为导演喜欢爱真实的场景 所以例如 要把我掉在直升机 出出外海 不是外海 就是在海上这样一直悬吊 那我们都有做很多训练 然后还要从直升机上面直接 叫做 上到救援的船上 救难 需要救援的船上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训练的过程 那比较 当听起来是很危险 但其实也很有意思 就是在于 做演员我们可以有体验到 真正在前线工作的救难人员的生活 这个是很难得的 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的自己都有一个 家庭啊 朋友啊 要去照顾 同时他们也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前线去拯救 当下需要救援的人们 所以这个故事是导演耗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在真实拍摄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临场感是 我觉得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然后也有极度的危险 但是我觉得拍起来 现在大家都很期待 这个电影导演的后期之后的出前线 会是什么 那就坐等新片明年春节上映咯 上海报道 Blootie欢新宣布上海恒龙广场精品店重装节目 并邀请代言人彭于彦先生现身品牌开幕盛典 与众品牌宾棚们一同见证这一难忘时刻 活动上彭于彦先生一袭品牌2019冬季最新款红色西装 搭配愣脚有致的Styler白色休闲鞋优雅亮相 为开幕仪式剪裁 品牌预言纸上重装升级 在延续优雅经典的同时 为店面注入新生活里 色调方面 在原有的沉稳威士忌主色中 融入了明亮简洁的皮革装饰 延伸了视野 让整个店铺看上去更为敞亮大气 同期发布的还有彭于远先生远赴巴黎 为品牌拍摄的2019冬季系列广告大片《艳然于行》 活动现场 他也于店内参观并亲身示范 在采访环节 彭于远被问到除了健身之外保持身材的秘诀 还笑称工作也可以保持身材 在全新的冬季系列中 设计师以自由感为推动力 潜心沿袭品牌的过往经典 创新性地探索出Patina古法染色法的全新色调 以别具一格的绅士美学 为当代摩登绅士打造优雅衣橱 进咖啡 youtuber 进咖啡 中为頻道